好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他說平面上 好不好 我們畫出來解釋他 他說平面上 有一個十度的山坡 好不好 和水明面呈現十度的山坡 那今天在山坡上面 另一根旗桿 可不可以 那這根旗桿呢 基本上 這一根旗桿在這邊 這根旗桿呢 基本上和什麼線 和水平線還是會呈一呈一個垂直現象 所以他並沒有和坡度垂直喔 他和水平線形成什麼垂直現象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和這水平線形成一個垂直現象 那今天有一個陽光照射下來 這陽光照射下來就 幾度60度照射下來 照射下來之後你看一下 在這邊形成一個陰影 對不對喔 這陰影蠶式起11公尺 球 這個旗 這個竹桿子 長度是多少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假設它是H 這樣行不行 好 那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喔 你觀察一下喔 剛才講過 陽光照射下來 那是碰到這個坡度之後 形成這個陰影是11公尺 正常它照射下來 和水平線 用它拉過來 正常來講 這邊會形成幾度 60度 對不對 好 那這10度 那這4幾度 10度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求這H怎麼算 你看一下這個造型 有意思喔 我這邊對邊對角 好像有 好像有一點點 正弦的感覺 對不對 好 所以說你觀察一下 這10度 這60度 當然 這個4幾度 110度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這時候 你想想看 我這時候 只要再把這個邊 或是把這個邊找到來 我的H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 剛剛講過 這個三角形 這邊是一個直角 這邊是60度 它比例是2比1比根號3 2比1比根號3 根號3變成是1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這段長度怎麼算 原本H的 除以根號3 所以說 這段長度是根號3分之 H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這時候我就可以用 對邊對角 對邊對角 用正弦定理 去把它算出來 對吧 所以60 所以說 你看一下 所以麻煩你用什麼定理 正弦定理 把對邊對角 11 除以3 60度 會等於根號3分之H 所以再起度 110度 行不行 交叉相乘 根號3H 乘上再60度 會等於11乘上再起度 110度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寫一下好不好 根號3分之H 是2分之根號3 這沒有問題 那老師問你 在110度 欸 很抱歉 你看一下 齁 在110度 怎麼算 這時候你起碼 畫了一角 他得180-70度 那問題呢 題目有沒有給70度的條件 沒有 但是題目有告訴我 可算20度 對不對 所以 在70度 其實可以寫成可算20度 可算20度 題目告訴我是0.940 這樣行不行 我這時候為計算方便起見 我直接寫成0.94 好不好 這時候 根號3 根號3 把3的2 過去乘以2 變22乘3 0.94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算出來自己 20.68 這樣行不行 題目說 選最接近的選項 哪一個 所以大概是20.7公尺左右 這樣可不可以把這邊看一下